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控状指他在3月31号早上9点40分路过雪兰娥 割打白沙罗 苏里安路时 遇上警方执行录检任务 度上大堵车 一时情绪爆发 辱骂警方人员 结果被控抵触刑事法典第186支妨碍公务员执法 以及1955年轻微罪案法令第14条文 以粗言会语 谩骂警察两项罪行 被告不认罪 第一项控罪 最高刑罚是监禁两年或罚款1万令吉或两者监失 至于辱骂警员 最高刑罚为罚款100令吉 法庭准许被告以4000令吉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定在5月20号过堂 另外 在彭亨关单则有11名男女 包括一名日本籍男子 分别在管制令期间擅自外出活动 结果被法庭处罚 面对800到最高1000令吉的罚款 其中 定居关单多年的日籍退休人士安腾 被控在3月27号傍晚6点20分无视禁令 在关单哥罗勒公园拍摄鸟类和花卉的照片 抵触2020年防范及控制传染病条例第七之一条文 被告认罪 缴付1000令吉罚款 其他10名男女被告也因为外出溜打理由牵强 个别被罚款800令吉到1000令吉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